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建立网络、发展经贸的共同信念 世华组织前身在1994年 由周文基理事长创立于美国旧金山 之后由柯渡瑞琪女士于1997年 将世界总会立案登记设于台湾 是目前唯一把总部设在台湾的国际NGO社团 经过27年的发展 历经创会总会长柯渡瑞琪女士 第五届总会长林廖玉女士 第六届总会长黄淑慧女士 第七届总会长施国凤朱女士 第八届总会长陈上春女士 第九届总会长黎淑英女士 第十届总会长刘丽奇女士 现任总会长陈千惠女士等的用心经营 目前已迈入第十一届 全球发展有76个分会 在美国 加拿大 中南美洲 欧洲 亚洲 非洲 大阳洲 大阳洲等六大洲 世华自创立以来 在海内外桥界知名度 已深受政府与各界高度的赞誉与肯定 俨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最大华人工商妇女的社团组织 同时也吸引着环宇各地卓越的女性企业家的投入及经营 世华组织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发挥女性力量及坚韧特质 让世界看见台湾 对于协助政府促进国民外交 发展国际经贸合作 增进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 都有卓越的贡献 2001年 科度瑞琴女士创办世界十大杰出华商妇女华冠奖 选拔海内外杰出工商妇女 摇扬事业成功之余 奉献工艺精神 作为全球台商妇女典范 奠定世华发展的后实根基 2012年 施国凤朱女士创办签手奖表扬活动 加冕家庭事业经营有成的模范夫妻 彰显本会为发扬传统美德 善尽社会责任的价值 心怀世界 施华在关怀工艺服务上 充分发挥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的大爱 施华海内外会员同心 1999年 慷慨解囊921震灾 2001年 南投灾区重建计划 兴建华冠公园 2010年 响应政府绿色灶灵美化工程计划 配合内政部消防署绿色灶灵 持续任养ACC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非洲孤儿 2011年 集结姐妹力量投入日本福岛311海啸赈灾活动 陆续捐助乔委会 台湾乔生奖助学金计划 2013年 公益捐赠12辆富康巴士 及一辆救护车 2016年 协助ACC台湾爱飞扬 北美感恩之旅 2017年 响应美国休士顿哈维飓风赈灾捐款 2018年 捐赠花莲消防救灾车 以及捐助偏远桥校师资辅助金 2019年 捐赠两台医疗及沐浴机 与老人之家 提供失能老人良善照顾 2020年 捐赠医疗护理床 与北区老人之家 与东区老人之家 2021年11届友情 世华传爱 持续捐赠全台747张 电动护理床 关怀老人常照服务 以及世华全球各分会 不声美举的关怀弱势 社会服务公益活动等等 掌握脉动 世华成立华冠CEO书院 举行经贸论坛 与华冠奖得主 成功经验分享等 让会员汲取新知 学习分享与经验交流 来培养华商妇女 领导统育及管理能力 建立网络 世华组织 在全球六大洲开支散业 积极建立全球网络 透过电子月刊 电子报 及时传递资讯 是全球妇女精英 最佳的交流平台 发展经贸 因应时代快速变动 积极发展国际经贸合作 增进国际文化及商机交流 来提升华商妇女 在全球的经济竞争力 第十一届总会长 陈千惠女士 监事长 陈宝凤女士 第一副总会长 庄祝伟女士 以及副总会长 陈灵华女士 林淑敏女士 红履丽月女士 新元寻子女士 徐梦宇女士 陈千惠总会长 承接重任 勇于承担 将带领总会执行团队 行脚全球分会 强化国际慈善交流互动 促进工商经济发展 凝聚能量 推动国民外交 带领精英姐妹 传承优良的 市华组织文化 落实执行团队责任分工 海内外分会 共同承担市华发展愿景 推展会晤 凝聚市华姐妹的热情参与 共享荣耀 市华精神 永续传承 用心万事成 是科度创会总会长的叮嘱 任重道远 忍辱负重 更是师郭荣誉总会长的嘱托 千惠总会长 期许自己与市华姐妹 以一颗善解包容的心 成就一个广纳百川的市华家园 用爱与温馨拥抱世界 更诚挚邀请各界精英姐妹的加入 共同凝聚丰厚能量 展望未来 早日实现 市华百花绽放的荣景 创造市华的璀璨荣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荣